从中国游泳天才到如今考虑更改国籍,他与孙杨走上了相反的路,北京时间8月31日,截至今日为止,我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所取得的成绩仍是第一,从排名来看,中国代表队以112金,77银53桶,共计242枚奖牌的奖牌数量稳居亚洲第一,日本以60金49银66桶排名第二, 韩国得以金牌39银排46铜牌56排名第三,本次亚运会比赛中,我国女子足球,乒乓球,水上军团,男子乒乓球,田径,游泳,篮球等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,我国游泳运动员孙杨得到四金二银,虽然不是全队最佳,但是孙杨的表现依旧抢眼,值得一提的是,孙杨在本次亚运会中连续, 成为网络上的热搜人物,原因不是夺冠,而是遮挡衣服标志,在首次夺冠颁奖时,国旗掉落,孙杨强烈要求将国旗重新升起,的举动,也让他瞬间,成为了爱国的形象大使, 但是在颁奖中孙杨却因领奖服而引起风波,对此安踏还发出声明,领奖服是国家形象,但是孙杨的行为有损国家形象,惜规则和底线,不容辱没,看到孙杨与安踏的这件事, 网友们纷纷评论道,我看安踏是为了个人利益,拿着犹辱国家尊严来维护个人利益,也有网友说道,安踏做得没错,这是规则,孙杨就是违法了规则,孙杨与安踏的现状, 不禁让人想到另一位中国游泳天才宁泽,宁泽涛是2015年游,勇士锦赛男子100米自由泳冠军得主,这样一位世界级冠军,却惨遭国家队开除,去年,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,公布,了开除宁泽涛的消息,并列出三大罪状,未经批准私自代言广告,不服从国家队竞赛安排,拒绝参加接力项目的资格赛, 在央视的纪录片转折点,宁泽涛播出后,我们发现宁泽涛对国家游泳队的控诉,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背部,宁泽涛依据,自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让人感慨万千,看到现在的孙杨,许多网友感慨道,宁泽涛与孙杨或许走上了相反的路,宁泽涛被开除,真的很遗憾,他真的是游泳天才,而据新浪体育与中华网关辉报道, 目前站在中国勇坛风口浪尖的宁泽涛貌似在办理转会手续,他很有可能要转会新加坡,宁泽涛在亚运会开幕前则在微博中,发表了一段唱歌的视频, 歌词中写道,翻起浪花,从不懈怠,每次呼吸,冲破阻碍,人海澎湃,要向前迈,暂停住时代,会让你明白,我们有些怪,其实也不赖,这场淘汰在,我们置身事外,这几句歌词或许,才是宁泽涛压抑已久的新生,不甘现状,不甘堕落,人生要向前走,新生活才会迎面而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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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